大家好 蟹爪兰是一种非常使劲的一种花卉 它开出来的话也非常的漂亮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养上一两盆蟹爪兰 家里面是非常使劲的 如果说我们想要蟹爪兰开花持久 持续开花停不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把握好一些技巧 因为蟹爪兰从现在可以开花到三月份四月份左右 那么有一些技巧我们就要把握好了 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些花朵 这些花已经准备凋谢了 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把它掰掉 如果我们不掰掉的话 它会浪费比较多的营养 包括花朵以下的这片叶子 我们也要把它掰掉 为什么要掰掉这片叶子呢 因为这片叶子开过花之后 它会比较的瘦弱 营养比较切实 甚至也是会发软 所以它是长不出花来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掰掉它 掰掉它之后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长出一些新的花苞来 就像我这棵一样 这边是开着花的 这边是长着花苞的 所以我们把握好这些技巧 就可以让它继续的开花停不下来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小方法 让我们的蟹爪兰开花继续停不下来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